除了米披萨 面对台湾稻米生产过剩 云林有业者研究用台湾米 来代替小麦制作面条 不仅风味独特 未来也有望借此提升台湾的粮食自给率 将面条放入滚烫的热水中 大火烹煮三分钟 拌上干贝酱 好吃的家常面就可以上桌 这个面吃起来非常的弹牙 非常的Q 手指一松开 面包快速恢复原来的形状 非常的有弹性 一刀切下 结构相当扎实 是早餐不可缺少的选择之一 米面包吃起来软又Q 其实这面条和面包 都是用米制成的 完整呈现了台湾米特有的口感 实际来到工厂 白米经过清洗 研磨烘干后 就是白皙粉嫩的米骨粉 业者一家人都爱吃稻米 家中长子长到了190公分高 看到日本研究如何用大米代替小麦 制作各种食品 退伍后就决定赴日取金 回台后再用许多不同种类的台湾米 研究四年 制作出各种米食品 米跟小麦只是差精性而已 每人多吃一口饭 免疫国外进口小麦 希望能多给农民一家作业 目前用台湾米来制作面食 成本还是偏高 农粮署统计 去年台湾进口110万公顿小麦 但是全台却有27万公顷的农地 处于休耕 业者希望 透过努力及政府政策宣导 多多研发米制品 不但减少食物里程 也增加台湾的粮食自给率 新唐人也在电视 张又铭 台湾云林采访报道